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去年交易量大幅萎缩价格小幅下跌的调整之后 目前部分大重市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广东省广州市的住宅市场有望在9月和10月份 这两个传统销售旺季迎来销售高峰 自从中国央行在今年6月份宣布降息和降准之后 许多市民就准备进场买房 房价还比较稳定嘛 那肯定降准 降息肯定好啊 一些房地产经济预测 不久就会看到二手房交易量的上升 近这两天的客户量是大增了的 无论是看楼和成交都会有所上升 其实经压了买家的扣马力 其实会是一个反弹 会有一个反弹的趋势 未来都会价钱上的业主心态会比较强 相对支持来说 都有提升30%左右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下半年 广州将有大约45个新住宅项目进入销售市场 其中大部分会在9月份推出 8月广州新房成交量比7月份下降了8% 每平方米的销售价格也比7月份下跌了2% 大家看得到3月份下跌了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